你這次是做什麼角色 我看又要拉小提琴 拿手項目 我這次就在麻雀樂團裡面 飾演一個朋友的角色 也是一個拉琴的角色 我叫做Hailey 叫做穎儀 你跟誰做朋友 我跟 Gody 我跟葛珀演做朋友 Risida是朋友 因為在這個劇中 我們五個人是最好的朋友 一邊拉琴 一起玩樂器的朋友 我們整個故事裡面 是一個很支持的朋友 Risida也很支持我們 所以是一個很親密的朋友 那你今天是故意換掉整個角色 因為你現場做人是急拔 是啊 你是不是故意夾他 再瘦 是啊 我一直都在瘦 其實因為我接下來準備出歌 各樣的 那 其實我主要是我覺得 瘦一點可以多一點造型 但是就很健康地減掉的 所以 不是一個很突然間的事 其實這幾個月一直都減掉了 就是還會再瘦下去 會啊 會啊 現在你是瘦了多少角色 現在十 那你的目標呢 本身是AIM20的 但現在AIM是AIM我覺得 I don't know 看看吧 因為其實我覺得磅數不太反映到體態 是 哈哈哈哈 但是髮型呢 是 那套劇的也有髮型嗎 那我覺得 其實 那我本身 我都不是黃色頭髮的 Obviously 那其實這個造型 都是一個本身的我來的 那我也有不同的一面 給大家看也好 為什麼不 那郭伯妍有沒有請教你 這個樂器獎 因為他好像是第一次分手拉鍊 是啊 他很厲害 他是 For這套劇 他自己去學Cello 然後自己去練 那其實我們 Within這個劇裡面 大家之後都會看到的 其實我們很多的 characters 本身都是真的拉樂器 或者有吹奏樂器 就是本身都是有學的 那所以大家都很支持 each other 所以其實不只是 在劇裡面大家是朋友 其實in real life 大家都很支持 哦 因為你都很厲害 那時候見你一埋位就 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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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特地跟他們交流多點事件 那些學生 其實我本身都認識的很多 哈哈哈哈 因為始終我們在香港 一起長大的這個 管理音樂圈 大家都會認識大家的 所以其中一兩個都是我以前的朋友 都有見過很多戰免的 我問一下今次的劇情 叫做麻雀樂圈 那你是不是牽涉到打麻雀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不會打麻雀的 but I can learn 我可以學的 但是有人教我 哈哈哈哈 那這套劇就不用玩這件事的 暫時好像不見有 嗯 暫時好像不見有 就是主力是在這裡表演樂器 都是拉琴為主 是拉琴為主 那你講歌那裏是幾個職位的 我的計劃是四月份的 四月 嗯 很快啦 很快啦 我記得上次生日會問 你好像都是說一月 是跟著 是啊 但是現在四月就 是啊 我覺得始終任何東西 其實寧願是用多點時間去prepare 但是出來是要好 就是盡力而為 但是會不會連同MV一起唱歌呢 你想呢 哈哈哈哈 那有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啊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呀